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润泽 来到这里之后 我觉得我对表演的热爱 它冲破了我内心的那种障碍 我觉得我想有一个机会 可以在舞台上 把我自己展示给大家 也希望老师们 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第二个环节 才艺展示 任总 你要展示什么 老师 我需要展示一段舞蹈 i got the music out i want foul i want foul i am a good boy i ain't low hey ladies hey babies hey everybody i am a good boy i don't want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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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a good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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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师 任泽 你知道就是我一直在我们在等你 特别 我还是终于等到你 在讲我心里话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选择做演员 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才发现了 我可以进入这一行 因为一切都很巧合 我一开始是想 做一个平面模特 因为我觉得 在上大学 我想有自己 可以赚钱的外快 结果我同学 给我拍一组照片 然后放在网上 就有一些小的演艺公司 或者一些节目来找我 然后我就报名 参加了一年级 然后一路上 就自己去报名 然后自己去选拔 然后这个舞蹈 也是自己去学的 最后发现 我就热爱这个舞台了 我爱上了表演 我觉得表演 可以给我带来能量 谢谢 特别好 特别好 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对你讲 第一就是 不管你今天表现如何 我都特别看好你 你知道吗 任泽 你身上有种真诚 虽然你还欠缺很多 但是你的这种真诚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你很有观众员 所以我看好你 希望你能选择我们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用心去感受 谢谢 谢谢老师 也希望老师能好好地爱他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他在我们班是 最纯粹 然后最没有杂质的一个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而且可能作为老师 像其他的同学来这里是学习 或者体验 但是我觉得任泽 因为可能有点私心嘛 可能家里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我说任泽这孩子他是来吃饭的 所以在这里拜托了 好了 接下来 任泽你要选择三家 那我就说出我的决定了 你的决定 对 就是心和文化 然后心生力量 还有一个华策饮食 谢谢 谢谢刘云老师